哈喽大家好,我是画小厨 今天我们来做夹心饼干 雪妹娘 准备食材油,环游饼干,淡奶油 糯米粉和玉米粉 这四种就是它的主要成分了 在我第一次做它的时候 我永远放了糖 所以现在不会再忘了 在碗里倒入适量的糯米粉 按这个量大概可以做 八九个吧 在大碗里放入生粉 任何玉米淀粉啊 淀粉类的都可以 然后在小碗里放入炒好的玉米粉 熟糯米粉吃起来是有点像糯的 放一点点糖 开始加水搅拌 每次加一点点五到十克都可以 我这个水有点放多了 所以我再加点粉 没有太大的阻力 但是搅拌时有纹度 那就行了 可以上蒸锅蒸了 大火蒸15分钟 现在我们来打发淡奶油 最好是从冰箱里拿出来 打10到15分钟就行了 每次放点糖就是第一次 第二次放糖 并且三次放糖 最后放糖 打发到不干不湿就行了 可千万不要打发过度 像这样油水都分离了 放冰箱待用 等待蒸糯米团的时候 这个酸奶特别好喝 但是有点固体 所以给它加点牛奶 让它稀释稀释 还真的挺好喝 现在我们来揉糯米团 加一小块黄油 给它充分搅拌 大概需要5到10分钟吧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食材都准备好 可以来包雪妹娘了 案板上加点手糯米粉 把糯米团用保鲜膜包起来 防止表面干掉 糯米团现在是很软的 案板手和擀面杖上都铺上粉 揪一小团出来 搓圆然后按扁 用擀面杖两边拉长 反正你怎么弄 把它弄圆就行了 擀差不多圆了 拉伸它一下 擀像这样子半透明 可以看到外面的光 淡奶油从冰箱拿出来 拌一点黄油饼干 把它打碎 然后倒入淡奶油里 搅拌搅拌 搅拌搅拌 又擀了个爱心型的 选一块差不多的饼干 大小比糯米皮小一倍 让它蘸上奶油 让它蘸上奶油 糯米皮中心也蘸点奶油 再把蘸过奶油的饼干放上去 上面再铺上一层奶油 盖住饼干就行了 像包包子一样把它们包起来 尽量包得严实一点 一个夹心饼干 学妹娘就做好了 放冰箱冷冻五六个小时 会更好吃哦 饼干大小不一致 把外面的搬掉就行了 这个奶油真的是太香了 好想吃 本来想做一大堆选妹娘的 但是后面材料不足了 没有糯米皮了 如果想做多一点的话 把材料配方加倍就行了 冷冻之后 外面的表皮是软软的 但是内心呢 是硬的 是实的 有些粘牢吧 下面很硬 上面很软 迫不及待的 我偷偷尝了一口 那是软弱的外皮吗 那是冰冷的内心吗 那是香脆的夹唇吗 我偷尝了一口 召集中 呃,似乎比较有点腻 哎,算了,我直接用锁吧 怎样吃都是很好吃的 这是坏小猪做的第一个视频 如果对你有帮助 你也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给我小坏,点个赞,加关注 拜拜